她的个头很小 影响却很大 豆饼 你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有 机器做的豆饼能否符合当地人的标准 我师妹要带给他一个机器 她细细长长是恩师人的最爱 一天不去馋的方 机器挑战传统师傅 结果令人意外 看到吗 看到吗 她软糯细腻 想要做好可不容易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新春发明会之豆来过大年 豆子个头不大 种类却很多 而豆子做成的美食 更是各地逢年过节 不可或缺的佳肴 泵布别称猪城 因身处秦岭淮河分界线 这里不仅汇集了南北饮食文化的特点 同时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泵布美食 那么在泵布人心中 最爱吃的美食是什么呢 豆饼 那个豆饼 豆饼 别的地方外边都没有 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有 如果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么一方美食更是让一方人的味蕾 有了独有的偏爱 在泵布人眼中 豆饼就是他们情有独钟的存在 从小到大 无论豆饼怎样变身 都离不开一日三餐 泵布人的餐桌 所以豆饼对于泵布人来说 早已不是果腹的食物那么简单 而是对于家乡 亲人 儿时的寄托与怀念 但如今 这承载着一方人寄托的豆饼 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 那么究竟为什么豆饼的市场那么大 而愿意从事这行的人 却越来越少呢 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 门槛高 豆饼的主要原料就是绿豆 将绿豆充分浸泡末浆后 再加以适量的面粉和淀粉 调成浓度适中的面浆 用特有的滴壶滴在凹板上 而这正是手工豆饼的门槛所在 传统滴壶加上面浆的重量 就有1.5千克 制作时要用手腕的力量控制 滴出直径在两厘米左右的豆饼 这分寸间的拿捏 是需要长时间练习的 而手工豆饼的滴销产出 更是让从业者难以为继 往往夫妻二人忙活半天 也就挣个糊口钱 正是这一系列的原因 让大家不愿意再从事 手工豆饼的制作 这项美食也逐渐面临 绝技的风险 难道下一辈 下下一辈的孩子 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来想象 这曾经承载了一方人 心灵寄托的美食吗 这是戴建华一直思考的问题 他知道要想降低豆饼的制作门槛 提高制作效率 眼前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机械化 经过十多年的研发 他给出了豆饼的机械化制作方案 就是面浆倒到这个下料斗里面 这个面浆落到这个下料盒里面 然后呢 这个下料盒底部有12个下料孔 这个拿的是下料助材 下料助材上下往复运动 就让那个面浆均匀地滴落到加热板上 戴建华制作的豆饼机的关键 就在于下料盒底部的12个小圆孔 与下料助材的配合上 下料助材一台一落 就如同传统低糊 一放一收 小圆孔中就会滴落一定量的面浆 在加热板上 形成一个个小圆饼 而这些小圆饼经过旋转一周后 就会被推送出来 美味可口的豆饼就制作好了 看起来 戴建华的机器上有12个下料孔 而传统低糊有4个孔 那么豆饼机的效率 是手工的三倍吗 戴建华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提高效率的关键并不在此 那么机械化提高豆饼制作效率的关键 是什么呢 为了测试豆饼机的效率 我们在附近村里 找了5名会做手工豆饼的师傅 来与戴建华的机器做对比 显示半个小时的时间 究竟机器的效率能达到人工的几倍呢 人工队手法娴熟 低糊在手中上下飞舞 一个个豆饼就都跃然奥板之上 很快现场就弥漫起豆饼的香气 人工队的豆饼率先出锅了 而另一边戴建华也调试好机器 开始做豆饼了 只见面浆在下料注塞 一上一下的运动中 有节奏的滴落在加热板上 形成了大小均匀的豆饼 而满布着豆饼的加热板 在密封罩内得以迅速成熟 很快一个个豆饼就被推送装置 推送出来 如雨点一般掉落盆中 那么比赛过半 人工队一共做出了多少豆饼呢 你觉得大概做了有多少一盒钟 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多少 那么下料孔只有12个的豆饼机 面对人工队共20个低孔的低糊 为何有如此明显的优势呢 其实差距就在凹板上 传统炉具做好一锅后 需要等待成熟 而豆饼机的加热板 却是一刻不停地转动 低豆饼加热出锅 完全不需要停下等待 所以速度快了不少 很快 面浆就用完了 戴建华不敢耽搁 马上让助手又倒了一桶 不过谁也没想到 一直运转正常的机器 做出的豆饼 却出现了明显的大小差别 带师傅 为什么你现在的这个都特别小 大的大小的小 酱太稠了 只要下点 整个小的最微一点就好了 行 那赶紧加一点吧 原来由于着急 这桶面浆调得太稠了 以至于还没从下料盒的圆孔中 滴落足够的面浆 下料助塞就将下料孔闭合了 戴建华赶快拿来清水 调整面浆的吸稠度 而与此同时 人工队的炉具也出现了问题 姐 你们俩怎么使一个锅啊 锅没火呀 这锅怎么了 不热呀 不热呀 没有火了 你看 没火了 没想到比赛接近尾声 人工队的炉具也提前罢工了一台 此时的五位人工师傅 只能使用四台炉具来做豆饼 不过他们的状态却始终如初 有条不紊地制作着豆饼 而一锅锅豆饼也都相继出炉 现场弥漫着淡淡的绿豆香气 惹人垂涎 而戴建华那边 也调整好了面浆的吸稠度 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那么为时半个小时 紧张激烈的比赛 结果究竟如何呢 来 时间到了 来 停吧 停吧 来 带什么机器 停一下 来 人工咱们停一下 比赛结束 双方把各自制作的豆饼汇总到一起 首先我们要评测的是双方制作的豆饼质量 那么机器制作的豆饼质量 能够让手工师傅们满意吗 质量怎么样 你们看 质量 机器的做得好看 还是机器质量 我们人工做的有大有小 而且后果也不是那么有 是吧 而且我看为什么人工做的 有这种就是黑底的 然后它这个底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那个锅 有的边上受热不均匀 有的中间火会大一点 边上就火小一点 但是你出来是一样出来的 经过对比 大家一致认为 豆饼机制作的豆饼 火候均匀 大小适中 那么质量得到认可的豆饼机 效率能达到普通人工的几倍呢 这个是多少 7.5 7.5千克 对对对 现在是9.2千克 人工一共是16.7千克 人工兑半个小时 共制作了16.7千克的豆饼 那么豆饼机 一共制作了多少豆饼呢 38.6千克 这个是多少 这边是79.3千克 半个小时的测试中 豆饼机的效率 远超人工的数倍 豆饼机的高效率 让从业者看到了 坚持下去的希望 而地方媒体的报道 更是让它名声在外 很多人慕名而来 不过这其中的一位客户 却让戴建华 刚刚看到光明的研发之路 又重新打入黑暗之中 好 是戴师傅吧 是的 是的 你好 你好 我是之前跟通过电话 我是专门从河六那边过来的 我也是做小豆饼的 做了好多年了 今天我带了一点 这个是纯绿豆做的这个姜 来试一试 看看你这边的机器 能不能做我们的小豆饼 对啊 试试了 河六是邦步市淮远县的一个小镇 当地最为有名的就是河六小豆饼 如果说豆饼是邦步人饮食金字塔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河六小豆饼就算得上是 这金字塔的塔尖尖了 光从外观看就可见一万 河六小豆饼 大小在1.5厘米左右 薄厚均匀 色泽金黄 虽说只比普通豆饼 小了一厘米左右 但是难度可大了不是一星半点 正宗河六小豆饼的原料只有一个 就是经过浸泡打磨的纯绿豆浆 相较于普通豆饼来说 少了面粉和淀粉的调和 浆料的粘性较差 更加难以成型 所以河六小豆饼制作时 速度要更快 否则很难在澳板上 形成大小均匀的豆饼 由此可见 无论是河六小豆饼的制作速度 还是制作标准 都是普通豆饼师傅 难以企及的 戴建华的豆饼机 让靠着秦淮坚守 河六小豆饼阵地的从业者 看到了把它发扬光大的可能性 那么这位远道而来的客户 能够满意而归吗 我们的家和人家估计不一样 你来试一试 戴建华把客户带来的纯绿豆浆 全部倒入料斗 那么质地较稀的浆料 会不会让吃惯了稠浆的豆饼机 水土不服呢 机器开动了 在下料注塞的往复运动中 一个个豆饼也都滴落在加热板上 但是出乎戴建华意料的是 本应该大小匀秤的豆饼 此时在加热板上 却被摔得奇形怪状 虽说制作的速度还是依旧飞快 但是出品的豆饼质量 显然并没有让这位客户满意 大师傅 你这豆饼的呀 锅里不圆呀 我挺喜欢你这个机器的 但是这个是做的速度比较快 唯独在弊端就是这 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你看看今后能不能把你这个机器 再改进一下 行 我得行 看得出豆饼机的效率 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客户很满意 他期待着戴建华能够帮他制作出 满足合六小豆饼生产要求的豆饼机 虽然戴建华满口答应 但是改进的难度 却比他想象中要大得多 他推掉了找上门来的订单 一门心思 只想攻克这个难题 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戴建华找到了解决绿豆浆 难以成型的关键点 问及解决方法 戴建华却三肩其口 他说要等机器做出的小豆饼 得到合六客户认可的时候 再揭晓谜底 而为此 合六客户也帮他找到了两位 传统手工师傅 那么如此神秘的改进点 究竟能否助力豆饼机 成功做出合六小豆饼呢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场 合六小豆饼的制作大赛 由戴师傅的一台机器 来对战两名人工高手 来 师傅 您介绍一下 人工队的组成情况 好吧 好的 今天呢 我带了两位师傅来 是我们合六那边 民间船头呢 制作的一个小豆饼的师傅 那咱们一会儿要比多长时间呢 这样吧 我们是比个三十分钟吧 好 我现在拿手机计时了 倒计时三十分钟 好 三 二 一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人工队的师傅迅速就位 开始制作合六小豆饼 师傅娴熟的手法 迅速吸引了乡亲们的围观 这件低糊在师傅手中上下翻动 一排排小豆饼就都排列整齐 十几秒的功夫 一锅豆饼就低好了 而在等待成熟的时间里 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制作下一锅 引得大家连连称赞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豆饼机终于预热好 带见滑坡不及待的开动机器 制作豆饼 只见一滴滴酱料 有节奏地滴落在加热板上 速度极快 而且看起来 豆饼也并没有像之前测试中 被摔得奇形怪状 一个个圆溜溜的小豆饼 轻盈地滴落在加热板上 经过旋转一周的加热过程 就纷纷出炉 速度极快 那么改进后的豆饼机 做出的豆饼 能够达到 河六小豆饼的要求吗 这个做的大小 和我们总共做的大小 基本上相似 差不多都是1.5 对对对 1.5 是1.5公分 经过漫长的等待 带见滑终于等到了 河六客户的初步认可 而他也终于向我们透露出 改进机器的关键点 原来通过反复观察 他发现手工制作 河六小豆饼时 为了好成型 师傅操作低壶的 幅度不大 频率很快 所以他缩短了 下料助塞的形成 以减少单次滴落 酱料的数量 同时通过缩小 下料孔的大小 并提高下料助塞的 往复速度 从而让豆饼机 可以制作出满足标准的 河六小豆饼 此时比赛接近尾声 人工队的师傅依旧一刻不停 做完一锅豆饼后 紧接着把另一锅豆饼出炉 一个人完成了 如流水线一般的工作状态 而且出品的豆饼 品质仍然很稳定 丝毫不见松懈的迹象 那么在如此优秀的 传统师傅面前 豆饼机的效率 又会是人工的多少倍呢 好 倒计时 三 二 一 来 停吧 好嘞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姐 那么豆饼机制作的 豆饼质量 能够媲美传统师傅制作的 河六小豆饼吗 这边是人工队 是吧 稍微有一点黑黑的是吧 这种黑黑的感觉是因为 我们是用炉火做的 炉火不大或是不小 不容易控制 那看看他这边的质量怎么样 他这边看起来眼光是非常的好 颜色好 是吧 对 很黄烈 经过检查 机器制作的豆饼大小匀秤 火候始终 获得了传统手工师傅的认可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 称重环节 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人工高手究竟做了多少豆饼呢 这个是9.6千克 咱们再看一下机器做了多少 这个是41.5千克 经过统计去除机器预热的15分钟时间 豆饼机制作河六小豆饼的效率 大约是传统手工师傅的8.6倍 这个效率让河六小豆饼的经营者 看到了机械化的选择 多年的研发之路辛苦不易 此刻回想也已成为人生路上别样的风景 相信在未来 他们的小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红货 看过了豆饼 咱们再来了解另一个地方特色美食 恩施豆皮 豆皮又称豆丝 是湖北恩施的一种特色小吃 豆皮传统的制作过程工艺多 效率低 而且高温一趟商的制作环境 使得现在会传统制作豆皮的人越来越少 为此来自湖北恩施的谢远国 制作了一台豆皮机来帮忙 我叫谢远贵 出生在美丽的湖北恩施 从小起恩施豆丝长大 一天不起馋的话 三天不起香的话 传统的豆片是手转 锅不转 我想设计一个豆片机器是锅不转 手不转 不禁减少脑洞长度 而且还会让它们馋两根打 让豆片不再难走 也更好奇 对于很多像谢远国一样的当地人来讲 传统铁锅烫出来的豆皮 是他们童年的记忆 儿时的味道 但是豆皮好吃却难做 那么谢远国真的能够做出一台 不仅速度快 而且味道好的豆皮机吗 我爱发明的编导亚亚 准备去实地了解一下 您说您做了一个豆皮机 对的对 这个要怎么做豆皮呢 转的这个盘叫成型盘 是把米浆从这个漏走里面漏下去 然后这里有一排小管 然后米浆就从这里面滴出来 滴到下面那个烧得非常非常烫的 这个大铁板上面 然后转一圈下来就熟了 谢远国告诉亚亚 这个机器相当于一个自动旋转的大铁锅 那么这么大的铁锅又是怎么加热的呢 原来在机器的两边分别有一个点火装置 点上火之后 机器里面相当于有一个灶头 在给旋转的铁锅加热 当漏斗里面的米浆沿着小孔滴到铁锅上后 经过一圈的烤制 米香味十足的豆皮就出锅了 然后下面一个收料盘 然后把那个豆皮在上面一圈一圈地卷起来 简单介绍完机器之后 谢远国立马开火准备演示一下 这个一漏斗大概有多少了 这一次能弄十斤吧 就是那咱们做这种一漏斗 它花多少时间的机器 大约五分钟时间 五分钟转一圈就出来了 对对对 看来机器制作豆皮的过程 比传统的制作方式简单了很多 那么机器真的能够快速做出豆皮来吗 我看到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是这样的 好像一个个面条 在铁锅的转动下 制作好的豆皮一圈圈地 落到了下面的转盘上 不一会儿的功夫 漏斗里的十斤米浆就已经做完了 那么做好的豆皮质量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粗细的还挺均匀的 但是我觉得豆皮好不好吃呢 还得做出来是不是 为了对谢远国的豆皮机进行更专业的检验 雅雅来到了当地一家比较著名的手工豆皮店 想请专业师傅对她的豆皮机进行鉴定 王慧琴告诉亚雅 虽然她做手工豆皮已经有些年头了 但是传统豆皮的制作过程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不但需要一定的技巧 而且还要在炎热的夏天 忍受炉子的高温 在取豆皮的过程中 也经常会被烫伤 因此当地愿意继续做 手工豆皮的人也不多了 是这样 因为我找了一个机器 他说它能做出这个传统豆皮的味道吗 我想拿到您这个店里来 您给评判一下可不可以 不会有这样的机器 你可以搬过来试一下 那正好呀 那正好 我到时候把它拿到您店里 然后咱们就直接现场做一个对比 为了不影响王慧琴店里的生意 亚亚和谢远国 趁着下午店里人少的时候 将机器拉到了店里 那么这台豆皮机 能够得到王慧琴的认可吗 谢远国准备现场做一些豆皮出来 让王慧琴看看 机器点火之后 王慧琴拿来了一些 他提前做好的玉米米浆进行测试 那么这次机器做出来的豆皮 效果会怎么样呢 出来了 你看怎么样 你感觉怎么样 Q弹还是有这么Q弹 但是很均匀 对 看来王慧琴对于机器 做出来的豆皮质量还算满意 而且就在短短五分钟时间里 机器就已经将王慧琴准备的米浆 全部做完了 那么这台机器究竟能够代替多少人工呢 大概是5倍吧 我一个小时可能就说如果做20斤 比如说做20斤米浆的话 比一个小时能做 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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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拍这么多吗 为了解答王慧琴的质疑 我们决定现场直接来个小测试验证一下 于是我们给王慧琴准备了4斤米浆 给谢远国准备20斤米浆 两边同时开始 那么机器是否真的能够代替5个人工呢 那咱们开始吧 好的 好 好 出来了 出来了 咱们的第一锅 随着机器这边的第一锅豆皮出锅 今天的这场验证正式拉开了帷幕 火有点大 王慧琴不愧是制作豆皮的老手 只见他手法娴熟 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做完三分之一的米浆了 而刚刚开动机器的谢远国那边 还能赶上来吗 您刚开始到这个大概有多少斤呢 刚才大约到了13斤左右 13斤左右 那现在就是说您这边还剩一个 7斤左右的样子是吗 那就是说现在您现在只要这样 让它自己走 你就可以给我管了是吧 对 就不用管它了 我都可以带着带着玩 这你现在做得挺弱的 大概有些还做好了 等一下 我这边已经做了 马上也快完了 应该还有一斤吧 验证进行到现在 王慧琴这边已经做完了 四分之三的米浆 那么独自运作的机器那边 现在什么情况了呢 您这怎么了呀 四大哥 这怎么了呀 这个里面 这个管子里面 温度太高了 把管子给烧熟了 原来漏斗下面漏米浆的管道 由于长时间的高温作用 使得里面的米浆被烤糊 从而堵住了下料口 就在机器这边出现问题的时候 王慧琴那边顺利地完成了验证 虽然机器对这边的米浆 也几乎见底 但是由于机器出现了问题 我们也就暂停了这场验证 就是它这个粗细不一样的问题 和会断成一节节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它这个说是说前自动的 对不对 呈现出来的跟我手工 好像说区别不是很大 然后我肯定是不满意的这一块 那我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想一下 想个方案 回去之后 谢远国发现 铁管之所以会烤糊 是因为铁管太薄 于是他想通过在铁管上 加一层可以冷却的保护圈 来解决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 他还加装了其他装置 并扩大了整个机器 很快机器改建好了 收到消息后 亚亚和王慧琴也赶了过来 这是您改好的机器是吗 是的 是的 这么大呀 对 我觉得像一个放大版的 对 不仅仅是放大 还有很多新功能 新功能在哪 因为我现在能看到的 就是这儿多了一个 多出来的这个设备 实际上就是一个 可以自动上料的大漏斗 将米箱倒入之后 这个大漏斗可以自动搅拌 和控制速度 另外为了防止机器漏斗的 管道内部烧糊的情况 再次发生 管道上面还加了一个保护圈 保护圈上的两个水管 可以循环流动冷水 进行冷却降温 因为一个冷水在里面 冷水降温嘛 不容易再烧糊嘛 那么改建后的机器 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谢大哥将提前准备好的 100斤左右米浆 倒进了上料装置中 准备现场演示一下 这次好像好一点了吧 这个可以 这个看起来 整个外观看起来 还是可以的 出来了 出来了 你看 谢大哥这个感觉 比以前见到的细一些 你是故意调这么细的吗 对对对 虽然这次谢大哥 将做出来的豆皮 调得比较细 但是能够看出来的 是每一个豆皮的粗细 还是很均匀的 那么这次做出来的豆皮 能够赢得王慧琴的认可吗 这个做出来很漂亮 很漂亮是吧 欢喜 它都比较匀 看来王慧琴对豆皮的质量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这次加大版的机器 又能够代替多少人工呢 改建后的机器 是否真的能代替40个人工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呢 我们主要进行的是 这场机器与传统手工 豆皮制作的大比拼 然后我们小琴这边呢 也是找不到40个 会传统制作的 那个豆皮的人 所以说我们只能找到8个 就所以说我们给机器队这边 300斤这个米浆 然后人工队这边呢 其实是60斤 然后这样的话 也是1比40 今天呢 比赛双方分别 还有一个来帮忙的助手 然后来辅助完成这场比赛 我们的比赛规则也比较简单 就是说最后谁的速度快 这个是能看出来的 是吧 但这个质量呢 我们就准备是到小型的店里 我们做出来由现场的观众 然后他们做品尝 做评判 然后最后我们综合 做一个最后的结果 然后看谁是获胜的一方 来 我喊321 大家开始 3 2 1 开始 好 比赛刚一开始 双方都进入了紧张的比赛状态 人工队这边人多力量大 60斤的米浆 刚一开始就已经被分走了一半 反观机器队这边也不落后 刚刚倒进去的米浆 就已经沿着管道 落到了旋转的铁锅上 那么在这场比赛中 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这个火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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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你还是蛮轻松的 对 我过去看一下它们 摸得起满满高 我来行试一下 我来看一下它们做得好 比我好不好些 你怕吗 差不多吧 正如谢大哥所言 比赛进行到现在 双方的状态 一直都是你追我赶 此时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边是轻松晃游的机器队 一边是大汉淋漓的人工队 它们最终谁会更快呢 你这里接你了 接你了 对 我们这一次做完了 好 我们也玩了 看 我看一下 结束了是吗 都变戏了 里面都变戏了 这个快完了是吧 对 对 关火了 没想到在这场 一对四十的比赛中 双方基本上是同时结束的 那么最后大家做出来的豆皮 质量怎么样呢 我们把双方做的豆皮 摆到了一起进行对比 现在呢 在我眼前 我们能看到的 这桌子上的这四个容器里面 装的是今天我们人工 做出来的一些豆皮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两个桶里 包括这儿 这个转盘上还有一些 剩下来的是吧 对 对 对 这些呢 是机器做出来的一些豆皮 由于人工对师傅的水平 参差不齐 所以做出来的豆皮质量 也不尽相同 而机器队那边的均匀度 明显要好一些 但是由于现在的豆皮 只能算是半成品 因此我们决定 将这些豆皮 带回王惠琴的店里 做出来 豆皮做好之后 我们将双方做出来的豆皮 分别标号 给顾客品尝 那么在场的这二十位顾客 会更喜欢哪一种口味呢 我们现在桌子上是一 二 人望 然后具体是 人工对孩子机器队不确定 最后呢 他们吃完 观众喜欢一就投一 喜欢二就投二 最后谁是获胜的呢 我们最后接下来 在下面 好吧 那咱们就先把冰箱球 发到他们手里吧 让他们开始吃 好吧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呀 那个好吃 你觉得哪个好吃呀 也是这个 你也觉得这个好吃 这是几号呀 我看一下 是 二号 二号是吧 好 品尝环节结束后 大家纷纷开始投票 那么观众更喜欢 哪一种豆皮呢 谜底 马上揭晓 现在投票已经结束了 其实我感觉差距不是很大 然后现在这边是一号 一号是 二 四 六 八 九 二号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一 最后就是揭晓结果的时候了 三 二 一 看到吗 是什么 胜利是什么 就是人工队 对 是吗 对 恭喜小秦 谢谢我们小秦 然后 我觉得这个没有输赢 因为有的人吃的是情怀和二十的记忆 有的人就说吃的确实是口感 作为我个人而言 我是觉得两个味道是相差不多的 毕竟这个东西是个新鲜事物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段过程 对于同样热爱恩施豆皮的王慧琴和谢远国来说 今天的比赛没有输赢 只有收获 谢远国收获了内行人的认可 也是对他努力多年的最好回报 正是他的坚持 让老乡们享受美食更加的轻松与快捷 说到豆制品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家家户户都会吃的豆腐 豆腐 口感香而不腻 嫩而不松 是一种营养丰富又历史悠久的食材 深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豆腐好吃却难做 在山东省济南市张秋区 有一位做了三十多年豆腐的大姨 碧秀娥 她每天都会提前泡好黄豆 然后将黄豆加水 抹成生豆浆 加热之后 倒入特制的布袋 用力挤压将豆浆挤出布袋 随后将豆渣加水再挤一次 豆浆挤完后开始加热煮沸 由于煮沸的过程 对温度和时间的要求很高 因此必须有人负责烧火 豆浆煮好后 碧秀娥再根据经验 加入一定量的凝固剂 将豆浆慢慢变成豆腐花 最后将豆腐花 盛到布里面包起来 盖上木板 压十到二十分钟 用时将近两小时的豆腐 就可以拿到即时上去卖了 来 豆腐 来 豆腐 来 小孩子吃了能苦盖 大人吃了能变帅 小回家吃了是美丽又可爱 老年吃了最强好的怪 来 瞧一瞧看一看 烧怪豆腐回家吃饭了 这不先卖了可好了那豆腐 他家豆腐吃的可好了就穷着 来的晚了就卖不到了 卖的挺好吃 超车也不来 买金的不买了 下午回家 水水大了太累了 原来大姨做的豆腐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一方面是由于手工现做现卖的豆腐很新鲜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姨多年的制作经验 做出来的豆腐口感滑嫩 做菜煲汤都是一绝 但是由于大姨的年纪越来越大 虽然手工豆腐很受欢迎 但是产量却很低 因此很多人都想要通过机器 来提高豆腐的生产效率 山东省济南市张秋区 龙山街道的赵阳波就是其中一个 我叫赵阳波 大家叫我豆腐小哥 做了一台豆腐机 能让你做着豆腐唱着歌 我是龙山人 从小吃着水豆腐长大 非常喜欢这种传统的味道 但是老师经常跟我说的那句话 就是往上数的话 咱们龙山这个地方 可以找到做豆腐的历史 但是往下数的话 有可能40年之后呢 就没有人再去做这个豆腐 于是我结合机械相关的知识 包括我学到的做豆腐的 这个技能技法 做出了一台豆腐机 让做豆腐变得轻松起来 机器的特点很简单 操作一体精准控流 保障豆腐口感 那么赵阳波研发的这台 全自动豆腐机 真的能够解决做豆腐 费时费力的难题吗 它的设计原理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机器根据传统的 这种豆腐生产的工艺 进行了相对的这些机械的整合 让它的占地面积更加小一些 黄豆泡好了之后 从咱们的磨浆机过第一道磨 将它磨成豆渣之后 进行第二遍研磨 第二个磨里头 咱们再磨出来的这个豆渣 基本上就没有蛋白残留了 机器运行时 提前泡好的黄豆 会分别进入两个电磨 二次研磨 然后煮浆桶里 会将两个电磨磨好的生豆浆 汇聚一起进行加热 随后加热好的豆浆 会随着水龙头 流向特制的筛子再次筛选 筛好的豆浆 落入点浆桶进行加热点浆 在凝固剂的作用下 慢慢呈豆腐花之后 就可以放到压制机 进行压制了 那您这个机器 从咱们的泡好的黄豆进来 然后到这个豆腐做出来 这个要花多长时间 大概一锅的平均时间的话 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为了更好的展示 机器做豆腐的效果 赵大哥立即拿出提前泡好的黄豆 准备演示一下只见给黄豆加水的部分 在流量器的控制下 匀速地和黄豆一起进入了电磨 一部分生豆浆立马进入了煮浆桶 而另一边 二次研磨后的生豆浆也被抽了进去 这个要煮多久呢 这个的话基本上要在20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 与传统制作豆腐的过程相比 这台机器的确是很好地解放了人们的双手 在保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提高了制作效率 你看它这个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红点了吧 到一把多了是吗 对 到这个红点了 这个温度啊 达到咱们这个红色区域之后 还要再煮个三分钟到五分钟 因为我现在感觉它已经很香了 换随着浓浓的豆香味 煮好的豆浆被放到筛子上面 再次过滤 这个呢是把咱们的豆浆呢 再过滤一遍 把这个豆浆里头特别细的这一章呢 也退不掉 最后顾虑好的豆浆就要开始点浆了 与传统点浆方式一样 只需要将适量的凝固剂 加到豆浆里面 搅拌和加热 使其慢慢变成豆腐花后 就可以进行压制了 动作要轻 不要把豆花呢 就是说花花的往里头倒 这样的容易让豆花呢特别碎 然后你出来的豆腐呢 它的水分含量就会稍微的低一点 清拿清放是吧 对的 这个就是专门为了做成小盒的方便 大家买是吧 对 装到布袋里面的豆腐花 也需要包起来进行压制 但是与传统压制相比 时间花费更少一些 很快机器做好的豆腐就出锅了 好嫩啊这个 你看我们轻轻这样 稍微轻碰一下它都会很Q 我们可以看到机器做豆腐的过程 不但操作简单效率高 而且做出来的豆腐也很有弹性 而此时的赵大哥为了更进一步展示 机器的便捷性 现场又加入了芹菜和火龙果 做出了一些彩色豆腐 咱们这个不光是Q弹 而且呢它酒炒不来 酒炖的话也不会碎掉 看来赵阳波对自己机器做出来的豆腐质量 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么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酒炒不碎 酒炖不烂呢 编导买了两块市面上常见的豆腐 准备测试一下 结果究竟如何 我们测试见分晓 今天呢你看啊 我这个是提前我准备好的两种豆腐 然后这个就是更细腻一些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结实一些 但是它可能老一些 为了测试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是否能像水豆腐那样 口感细滑 适合煲汤 又是否能像老豆腐那样 耐得煮 翻炒 做菜 我们决定对现有的三种豆腐进行标记 测试共有两轮 分别是煮和炒两种测试方式 那么这台新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能够经受住考验吗 两三分钟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 有的豆腐它会 你看这个豆腐 它现在一进入热水之后 没有任何的变化 它的底部沉着 那这个呢 这个叫做姜豆腐 它是老一点 稍微老一点 它这个呢 也会有一些膨胀 你看它有点起来了 但是说它会出现一些碎的形状 因为传统的这种姜豆腐呢 它在压的时候 它的气氛是比较多的 姜氧是比较多的 你看咱们这个 它的底部的这一块呢 就是说受热 因为底部更热一些了 底部就开始已经有点膨胀了 它现在呢 出现的是一个 类似于一个梯形的 通过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与老豆腐相比 更加耐煮不易碎 而且与同样耐煮的水豆腐相比 它更紧实一些 接下来测试升级 我们准备开始翻炒环节 相对于煮而言 炒的过程 对豆腐的考验更大一些 那么这一次 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点火烧油测试 马上开始 三号的刷子 这样的香菇 这么多的地方 二号的再炒的时候 虽然说 因为虽然它有粘弄的粘锅 所以这种单狗 它的大脚是没有让它变好 这一张好吃不就 对 一号的就变大 没想到 三种豆腐刚进油锅不久 就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 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 切的时候还挺Q弹的 在切开这个 你看 外头是很酥的 但是说中间呢 特别嫩的 因为受热之后 咱们这个豆腐呢 它的中间的嫩度 是非常好的 那咱们看一下后面吧 外面酥 酥豆是有的 但是里面就不知道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实际上你摸起来 外皮的话 它的硬度更高一些 这个其实你看 它这个一切的话 打开 其实它碎了 有点碎 中间你看 挤一下的话 它不会有任何的 这种汁水流出 三号我们就不用切了 已经惨不忍睹了 我们的水豆腐 通过测试 我们可以发现 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在水煮实验中 能够达到水豆腐的 嫩滑和细腻 在油炒测试中 能够比老豆腐 更加紧致有弹性 那么在口感方面 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能否得到 传统做豆腐高手的认可呢 新机器 究竟会比 传统制作豆腐的过程 快多少呢 我们准备进行一场比赛 来得出结论 今天呢 我们开始这一场 就是说传统手工 做豆腐和这个机器 全自动一体积 来做豆腐的一个比赛 此次比赛中 机器由一个人 制作40斤泡好的黄豆 而人工队那边 则是由两个人 负责20斤黄豆 那么机器的效率 究竟是传统手工的 多少倍呢 一场新机器和传统手工的比拼 即将开始 开始 比赛开始 双方都不敢怠慢 机器队这边 凭借便捷的优势 率先开始磨豆 而人工队那边 也使用一台传统磨豆机 开始磨豆 虽然机器队这边 有40斤黄豆 但是几乎和人工队那边的 20斤黄豆 同时磨完 接下来 机器队这边 只需要等待豆浆加热 就可以了 对 实际的好吃就是一个人 整个干了这要花 与此同时 人工队的大姨 也开始最辛苦地揉包了 大姨 那您这个水温 大概有多少度呀 有780多的 比赛进行到现在 机器队这边 为了保证豆腐细腻的口感 再次进行过滤 而人工队那边的豆浆 还没烧开 两位大姨 则在这边看机器队 开始点姜 那你们平时点多久 60来分钟 20来分钟 那咱们点这个呢 10分钟左右 很快 在凝固剂的作用下 豆浆渐渐变成了豆腐花 你要开始压了一架 对 就是清拿 清放 好 往那一腿 一搬 就在机器队这边 开始压制的时候 人工队那边也开始点姜了 这个您就是凭经验了是吗 对 您是直接要下饺 它就挺老 两年的豆腐就不滑 在大姨点姜和压制的 这段时间里 机器队那边的豆腐 也要准备出锅了 好 那等一下 咱们问一下时间 来大家看看它这个豆腐 做出来了 准备开锅了 那么这边做出来的豆腐 口感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品尝完机器队那边的豆腐之后 人工队这边的豆腐也就做好了 时间是多少 大姨这个时间是多少 一小时二十三分 那么它的口感怎么样呢 挺小 挺好 挺小 一会儿不得吃不到 不得 有没有豆腐的味道 还可以加湿吧 挺好啊 弄点铁锅豆腐的这种口感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说细细地去吃的话 它里头是有稍微的一点糊味 实际上这个是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做机器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大家做豆腐的时候 更轻松一些 但是还能做出来 咱们传统手工的这种味道 看来比赛双方做出来的豆腐质量 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而在速度上 机器比人工快将近1.2倍 加上人工队这边的黄豆少一半 人数又多一个 所以新机器在制作效率上 比人工高出了5倍左右 但是由于豆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最为常见的食材 现在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做豆腐的机器 听说附近有一家生意很好的豆腐店里面 就有一台全自动豆腐机 便到立即赶了过去 我的这个设备它是一个傻瓜式操作 因为我学的时间也不长 我学了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设备 自己独立操作做咱那个豆腐了 和市面上很多机器一样 眼前的这台机器 在做豆腐的过程中 功能完善 操作简单易上手 人们只需要提前泡好黄豆 然后机器会帮忙完成 磨豆和煮浆的过程 并且在标准化的生产下 这台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也深得大家的喜爱 那么发明人的机器 和市面上的机器 又各具哪些优势呢 今天我们就进行 这个机器和机器的一场 做豆腐的大比拼 在今天的比赛中 比赛双方各准备了 30斤提前泡好的黄豆 最后谁的速度越快 质量越好的一方获胜 然后我们也请到了 高级营养师 功科功老师 然后来做今天的裁判 一切准备就绪 这场传统豆腐鸡 与新型豆腐鸡的比赛 即将开始 开始 比赛刚已开始 双方都开始磨豆 随着加热桶里的生豆浆 越来越多 机器的优势也显现了出来 很快 双方篮子里的黄豆 都所剩无几 因为接下来还要 研磨第二遍 一会儿还要把这个渣 用手过一下 原来由于传统机器 只有一个垫磨在工作 因此他们还需要 进行二次研磨 与此同时 新机器队那边的豆浆 已经开始加热了 那你觉得他们这两个机器看起来 哪个够好一些 这个够好一些 但是我骗了 因为电台就不够了 正在新型机器队这边 豆浆煮好之后 准备过滤的时候 传统机器队这边的豆浆 也开始加热了 新型机器队这边 由于筛子过滤的时间过长 耽误了一些时间 传统机器队那边的速度 慢慢追了上来 要开始点浆了吗 对 因为它那边没有 你这个筛的这个环节 所以说它那边 其实也是在点浆了 然后几乎算是恐怖了 是吧 对 和新型机器一样 传统机器这边 点浆的过程 也需要手动完成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机器的优势 就在于简单一上手 只要按照规定好的数量 添加凝固剂 就可以轻松地将豆浆 点成豆腐花 盛舰长 你这个怎么这么厚呀 这个 还不是为了快吗 只够一次 只有压一个大的 最后传统机器队 用时72分钟 新型机器队 用时约56分钟 新型机器 比传统机器 快了16分钟 再加上传统机器队 这边是两个人工 说明新型机器队 在速度上 比传统机器 快两倍多一点 那么比赛双方 做出来的豆腐 口感又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 龚老师 这个豆腐吃的还行 我要尝一下那个对比一下 行行行 那咱们就现在开这个 吃一下这个手感 我直接一刀下来 一刀下来是吧 对 一刀下来 这个怎么样 龚老师 这个豆腐 拿到手里面 比较紧实一点 弹性也比较好一点 吃起来相比要 这个的话 比较细腻一点 机器的过滤 是比较慢的 比较耽误时间 但是这一遍过滤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接着我就是 再想一些办法 把机器改进的 咱们过滤的时候 就保留了这种 相应的口感 另外一个 就是把效率 起身上去 让它过滤得更快一些 对于赵阳波来说 研发这台机器 是为了将传统的美味 拓展和延续 虽然初步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但是它知道 只有保持不断改进的 决心和动力 才会让发明更有意义 这些豆制品 不只是餐桌上的美食 也是漂泊在外的游子 对家乡的思念 此时 在这合家团圆的时刻 机器的简便与高效 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与亲人相伴